台南的新法老家 去年剛好是一百年 在老家 西邊 目前有十八間的處處 當日本法教的徵修計劃 修好他們的白老廚的外觀 和頂部 尋覽特別是這裡 修好的西風 用的是水口裡面的土耳 是一種合作落土的新材料 我們來做回來看看 站在英界上 白老廚上面的回覆 看得很清澈 西風斷在用落土 受保必須 他的英夫性也沒辦法 比較好 所以我們現在我們改作用 一種叫做水口做出來的土耳 的新杠法 給他做 蓋面起來 因為經過治癌過 因為他的英夫性會比較好 為了把古墅最多待的火 實施好 西風第一拜用落土 這種新杠法 第一拜六間古墅 過年之前已經完成 不然加強建築外觀 我們站到棺棒 上面腳的柱子上 跟樓點點好 也都要精湊 問那個布店 新勝 你們屋頂的八卦 我原本來就這樣 所以他就給他恢復 就是要保留這個原位 所以他會把我們洋菁花三天 把肉出來也要保留原位 已經買一百五十年立宿的美甸店盒 館地藏在鐵門裡面很多檔 現在總算可以重現 出租牛太太很感動 新華老家因為都是蘇聯有立宿 借帶的故事 付酒精修的團隊 開三四檔的時間 一號一號跟出租溝通 又把老商品吹出來 比對故事館地的謀優 整個年代都要診修 這個跟公共景觀 公共性有關的這個排樓跟街道景觀 他們有認同感之後 後續他們也才不會又陸陸續續 又重新再把大招牌 或者又增見東西又跑出來 新華老家在依舊立空年的時候 前幾個重新樓改建造二樓 或是三樓的白樓處 到達過一百年 每一間店民都有故事 這是台南第一派 現在這個連動古處 精修的案例 希望更多人看得這麼漂亮的百年古處 記者 等一下問 劉威作 台南報道